哇,这边是连续的遇到了鱼群啊 一下子就上来了十几二十条的这个海鱼上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哪岛大哥 本来挺晴朗的,怎么感觉现在突然是有点小风过来了 准备拉今天的第二个网啊 第一个网的说话也算是还可以的 也是网友花五千块钱承包鱼网的第二个网 总共是四个网啊 第一个网是既有大货而且还有石斑鱼上来呢 刚拉上来就有鱼货 刚开始就来了两条箱头了 加几鱼也来一条啊 效率还是挺不错的 上鱼个网是补到了差不多五十斤的鱼货上来 如果四个网都有五十斤的话 那差不多加在一起就有个两百斤左右的鱼货 黄�鸡一条啊 两百斤的鱼货的话 平均一斤是二十五块钱 也就只有这样子差不多才能只到五千块钱啊 要不然都不够 这里还来了一条大柠檬啊 上一个网是总共才来一条柠檬鱼 然而这一个网就连续来两条啊 这已经是这一个网的第二条柠檬鱼了 这种野生大柠檬价格还不错啊 已经可以卖到三十块钱左右 比那些近海的小柠檬要好卖一些呢 来了一条邦马鱼啊 也算是光赏鱼的一种 这种鱼可以吃啊 这是肉不多而已 再来两条柠檬啊 上一个网补不到的柠檬鱼 这一个网倒是联系来了好几条了 这两条加在一起 这是第四条了 柠檬鱼是没有鱼鳞的 不管清蒸红烧香煎都是挺不错的 不过我们最喜欢的做法是拿去煮酸梅啊 感觉现在捕到这些鱼还挺肥的 不过这一个季节正当季的海鱼是雕科类啊 等一下看这款会不会来一些真雕黑雕黄雕什么的吧 家籍其实也是属于雕科类的 学名是叫做二长级雕 但是夏天的数量会比较多 现在这个季节的价值就少很多了 平均都是四五条一斤的规格 长得最大的一条大个位就是七八两吧 跟真雕不一样 长不到非常大条 价格也是比较便宜啊 一斤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块钱 跟真雕没法比啊 真雕好卖的时候已经可以卖到六七十块钱了 再来一条箱头 这一个网的第三条箱头了 箱头啊 学名叫做平头雕也是雕科类 不过就是箱头也是便宜一点啊 好卖的一斤三十几块钱 小条一点的一斤二十几块钱 七八两以上就可以卖到三十块了 而且雕科类的季节箱头也是有份的 而且箱头也是比较喜欢成群结队的活动 看能不能遇到箱头鱼群吧 我记得前面几次出来 我还有一次遇到了 上一次遇到的时候 一下子就遇到了十几条的这个箱头上来 还是来多一点鱼群的好吧 这样子承包鱼网的这个网友才会高兴一点嘛 再来两条箱头 虽然是别人承包的鱼网啊 但是我也希望能大丰收的 毕竟也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有个十来斤鱼货了 这一个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 但是效率是真心怀不错 三个号对网 每个号都有个十来斤 也是有个四十几斤的鱼货 然后其他的两号网多来几斤鱼货 就能超过五十斤了 或者像上一个网那样子 来一条七八斤的大货也行啊 而且这才是网友承包的第二个网而已 后面还有两个网呢 或许后面的两个网能来一些值钱货呢 大海茫茫啊 这种东西都是说不定的 又来了两条箱头啊 这一个网的箱头倒是挺多的 看来箱头都躲到这一个网的这个位置过来游动了 上一个网就没有遇到几条箱头啊 这一个网就多一点了 这一个网的加急也不多 也就上来了几条而已 鱼货还是比较平静的 几条加急 几条箱头 几条这个黄鸡 还有几条小薄皮 几条柠檬啊 种类倒是挺多的啊 先把这些鱼货给装起来 然后拿去冰箱那边保鲜先 装完再继续拉完啊 这个不用急 这一下子连续来的七八条的这个箱头上来哦 刚开始的时候还说会不会有箱头的鱼群过来 这下子鱼群不就过来了吗 还有还有 这边是连续的遇到了鱼群啊 一下子就上来了十几二十条的这个海鱼上来 大部分都是箱头 还有几条加急鱼 要不然说网友的硬气好啊 我自己补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一群鱼群上来至少都要接近十斤了吧 那估计这一个网五十斤也已经是妥妥的吧 虽然箱头不是特别的值钱啊 但价值也是超过了这个平均线的二十五块钱 黄西再来一条 这号网又十来斤了 这个网的上一号鱼群也是十来斤 然后这一号鱼群刚开始就十来斤了 你看这边又是连续的来鱼货啊 三四条四五条的过来 这感觉不错是挺刺激的嘛 小波皮比较少啊 偶尔上来一条而已 这一个网的这一些位置是箱头的比较多 箱头都在这边附近游动 加急也是没有几条啊 黄西倒是来了几条 而且上来的黄西还是比较大的 一条差不多都是要七八两的规格 现在的黄西已经也是四十块钱左右吧 这一个海星好像是今天的第一个大海星 不过海星我们最讨厌还是不要来的好啊 来多几条箱头都还过来个大海星啊 又难解除完的 今天的这些箱头感觉个头也不小啊 平均一条也都是半斤左右 大一些的七八两 最大的估计能达到一斤多一点吧 你看 来的全是箱头啊 根本忙不过来啊 一直都是在解鱼的 网格河豚也叫做箱豚 长着一个塑料外壳啊 也不能吃 依然还是来这个箱头啊 雕刻类的季节你不能只来一种雕刻类嘛 真雕黑雕什么的不应该也来一些吗 雕刻类的季节就是比较肥 你看这条肚子圆鼓鼓的特别肥 这一条差不多也就要七八两了 半斤左右的就比较多 清蒸一下就挺好吃的 喜欢吃香一点就香煎一下 拿来煮汤的味道也是挺鲜甜的 到目前为止收获还算是可以的 这一个浩德鱼网已经是直冲20斤了 差不多搞个20来斤应该差不多 这个浩20来斤 其他两个浩德鱼网加在一起30斤的话 总共50几斤的收获 也算是完成这一个网的任务了吧 这样子又在总体鱼化上增添了一大笔 真的感觉是这个网友的运气比较好啊 轮到他八王就来了这么多的疑惑 十几二十斤差不多吧 才刚说讨厌上这种大海星啊 你看这边又来了一个 就不能不要来大海星了吗 像这种硬颗的大海星是不能吃的 没有肉的 有人说这种大海星能拿去泡酒啊 但是我感觉也没啥用吧 浇药石区的位置始终还是会有一点野化上来的 差不多这一个浩德鱼网也是快要拉网了 始终是刚开始的时候遇到鱼群收来的鱼化比较多 后面收来的鱼化就少一点了 火点鱼来一条啊 这条火点鱼还挺大条的 黑心低调 软丝墨鱼 大尾油也来一个啊 这个硬气 这个软丝墨鱼还挺大个的 应该要一斤多接近两斤了 二十斤左右的鱼化已经是有了 十六枚也来了一条抽筋了 上一公司来一个小墨斗啊 这个王确实来一个软丝墨鱼 两种都是软丝海鲜啊 味道上来说应该是软丝墨鱼要好吃一点的 价格上来说也是软丝墨鱼比较贵一点啊 一斤可以卖到五六十块钱 那种小墨斗一斤最多也就是三四十块钱而已啊 好了 同样把这一个浩德鱼网的鱼化给装起来先 拿去冰箱那边保鲜啊 二十斤多一点的鱼化是有的啊 感觉是特别的重 然后现在就是拉这一个网的最后一个号鱼网了 好的 这边先上来一条黄鸡哦 黄鸡还挺不错啊 像这么大条的黄鸡已经差不多要四十块钱有的啊 像这一种黄鸡拿来吃刺身味道也是挺不错的 柠檬鱼柠檬鱼 这一个网倒是来了好几条柠檬鱼 上一个网一千五百米的鱼网也才上了一条啊 这一个网就来了好几条了 柠檬鱼好像也可以吃吃生 今天捕到的剥皮就比较少的啊 毕竟忘记过去了 上一个网也是没有捕到几斤小剥皮啊 这网上了几条而已 小剥皮也是没有涨价 上一次活着卖鱼排一斤七十五 但也是要活着才有这个价格啊 价格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要这种原生的黑剥皮才有这个价格啊 其他品种的剥皮就不怎么值钱了 而且活着跟挂掉了价格也都是不一样的 也并不是所有的小剥皮都可以叫做原生剥皮鱼 我们朝上人把这种剥皮鱼称为原笛鱼 有的地方叫做主宰鱼 但是并不是这一种鱼啊 再来两条柠檬鱼啊 外海也剩大柠檬两三条一斤 而且今天这些柠檬鱼还是挺肥的哦 是不是因为天气一冷柠檬鱼就开始出来活动了呀 数量也开始变多了 柠檬鱼有的地方喜欢拿去煮汤啊 不过柠檬鱼是吃海藻长大的 所以肚子比较容易发酵 肚子会有股小味道啊 所以也叫做臭肚鱼 这里都是连续来了三条小剥皮鱼哦 这一个网不是放在小岛的旁边啊 这一个网放的位置是两座小岛的中间啊 位置是不一样的 柠檬鱼跟小剥皮比较多了 这样子每个好多的鱼种也都不一样 前面来了两条黄鸡 这边又是来两条箱头 感觉黄鸡要比箱头要好吃一点 同样大小同样都是用来清蒸的情况下 黄鸡的肉质会比箱头要紧实一点 而且黄鸡有股特殊的鱼香味 吃起来挺香的 而且黄鸡更适合红烧 个人感觉吧我就是比较喜欢吃黄鸡多一点 不过也有人觉得香头比较好吃 而且香头价格比较便宜一点 连续的来了好几条黄鸡哦 这一个好的香头就少一点啊 黄鸡都比香头多 黄鸡 柠檬鱼跟小剥皮比较多这个网 现在差不多也是十斤左右的鱼货了 这个网大概剩下两三片鱼网 拉网的话大概也是十来斤左右的鱼货 应该也是有的吧 来多一条大货就能解决任务了 总体收获这个网50斤左右了吧 跟上一个网的总体重量是差不多的 上一个网虽然有大条的鱼货 一条七八斤啊 但是这一个网却有鱼群过来啊 鱼群会比那一条七八斤的重量要重一点 所以两个网的收获也都是差不多 十来斤鱼货也是有的了 然后这一网也就拉完了 然后就把鱼货装起来 拿去冰箱那边保鲜吧 好吧 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第三个网的视频 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吧 也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男友导标哥 喜欢看真实捕鱼视频的 也请给我点点关注哦